15分钟 这个报纸真的这么大 你应该看得到吧 我看不清楚 我简单讲一下 退降卫文金卯无加花2500人 国防部 花籍退降卫文金变动 2010年预算772万元 花籍人数334人 2001年3331万元 花籍人数2908人 而后一直到2012甚至2013 都准备要将多花这将近超过2000多人的春节 所谓春节慰问金 这样的花花合情合理合华吗 跟六委员报告 我了解的是苹果日报 薛林薛委员他提过的事情 薛委员上上在总之中也问过这个案子 那天我不是那么清楚的案子 所以我会去了解一下 这个案子基本上是国防部编列的预算 因为我们年终委员金 最近大家讨论很多年终委员金的事情 薛林薛林就简单回复我 合情合理合华 不管它是哪个单位花的 总是你已经了解了 合情合理合华 对它如果说合法的话它是合法的 因为它每年都国防部编列预算 然后透过立法院 它每年都编列预算 为什么2010年是花给334年 但是到了2011年 要多花了2905年 多数2600人 它那个时候有扩大发放对象 为什么可以扩大 它扩大的对象是谁 它扩大就是一些少将级的 原来只有比较中将以上年龄比较大的 以前没有 为什么隔了一年就会有 根据什么样的法院依据 它可以扩大这些少将级以上的将官 退休之后 还给它这些春节委员金 它合法的程序在什么地方 它的法院依据在什么地方 请院长简单说明清楚 这个我想跟刘委员报告 基本上 国防部咨询它的程序 他觉得说应该说 扩大的发放对象 因为有一些将官觉得说 大家都是将官 为什么说那些将官有 我们这些没有 所以最后他确定说 所有将官都有 不是 原来讲 我只是简单的就教育你 就是说 因为你已经知道 你也知道是 美国日报登的那种是什么 然后薛委员讲的那种是什么 你已经去了解了 那我只是就教育你 它的简单的法院依据是什么 你说它合法嘛 对不对 那法院依据 其实我跟刘委员报告 其实就应该讲是所谓 那个大法院会议解释 说讲的措施性法律了 因为它经过预算程序的编列 然后经过立法院核准 奇怪 为什么措施性的法律 就会针对这些退役 退役之后的少将级以上的军官 对一些基层退休的这些军官 为什么不接来照顾 为什么不用措施性的方法 来照顾他们 这有点本末导致啊 针对特定租权啊 而且就是在选择的时候 来做这种事情啊 院长你需不要再了解清楚一点 这个事情监察院已经有纠正了 我没有要违覆你 我只把这个事情再告诉你 今天会再有这样的讯息再提供出来 基本上 我觉得是当时 就是有这种 选前的政策买票的动作嘛 不可能隔了一年 原本发334年 隔了一年变成多花了2600多人 等于总脱了社会908人 那如果院长今天在愚园跟我打选 他是有缓言欲句的 那监察院纠正 那纠正假的啊 那乱纠正 那你显然就挑战监察院的纠正了啊 我想不是这个样子嘛 是不是院长你再了解 如果他是非法 是不是应该一起暂停 是不是应该这样 我可以进一步去了解 OK 第二个部分 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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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我們委托在操作的 農中标几 因為 政府基金 虧了 八九八一 八百就是八一 剛才把妈研究拔一下很大的 八九八九 但是他们自营商 農中探紧 這個事情 我想 舅教院长是刚好的事情 还有很多大咖的还没有救出来 院长你到底有没有彻查 有没有要求要去彻查这个事件 不能不能允许这些 帮我们政府委托代操作这些基金的 这些经理人 这些大咖的 躲在黑暗之处的这些大咖 一一把他们救出来 我分几个方面跟刘委員报告 第一从制度面来讲 那其实对于这个 四大基金 他委托代操 他也有自营的部分 这个本身运作的绩效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是觉得说 我从去年就觉得说 委托代操部分 可能跟他的契约 委托的方式有关系 你给他什么样的目标 他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 那个时候 我们就有建议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跨院的小组 这跨院是考试院和行政院 因为退府基金在考试院嘛 所以一定要跨院 这个东西报给总统府报过的 就是我们要成立跨院小组 那有两个院的副院长 当人共同召集人 那已经开过几次会 讨论说要怎么来 对于我的时间有限到绩效 我很想听清楚你整个这个说明 但是我的时间毕竟有限 我剩下9分多钟 我只要再提一个点 安泰人寿 那一个事件 其实当时 安泰投信不是人寿 对 安泰投信 当时是老委会主动发掘 老委 报给金管队 金管队主组次调查了 一年将近快六个月时间 才在荆州康的报导之下 这事情才引爆出来 那一报出来的时候 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又陆续的发掘 不分朝野的委员 都觉得这些所激进的操作过程里面 确实状况很多 确实有很多的 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 整个操作过程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我是 在期待说 院长你对这个事情 是很熟悉的 是了解的 这也是你的专业 你到底有没有彻查的决心吗 对 我跟六个月报告 第一 这个事情见报以后 我有问过老委会和金管会 那老委会部分 刚才六位已经讲过了 金管会他告诉我说 他们也很早就发现了 事情一发 因为交易所会监视 他那个 很异常的操作的情况 就发现了 发现有送给地检署 那他们要配合地检署的运作 所以他没有办法说公开对外讲 因为地检署侦查中是不公开的 他配合地检署的运作 所以他好像 他认为尽管会慢了一点 其实不是这样子 我想要对劳工有所交代 这个要清楚 一定要 这是中国时报自己写的 四大基金产培 一样是八九八一 今年其实大家都比较好 今天相信我们政府 但是我们 所谓的这些操作基金 勞退基金是最差的 那我们怎么对劳工交代 我现在去强调就是说 院长是不是有这个决心 要把这些弊案 这些养套杀的这些黑手 是不是一把他救出来 我们对劳工有所交代 请院长就在这边宣誓 对没有错 现在是劳委会金管会 他们会合作来做的事情 由于金管会会透过交易所那边 或者贵买中心 他有一些监视系统 他有一些那个相关的资料 会交叉比对以后 如果有不法的情况 可以从那边可以发现出来 现在都在进行当中 所以院长你有特别交代吗 蛤? 你有特别交代吗 还是你这个事情就让 老委会跟金管会 跟金管会 跟金管会 金管会讲 一定要启动这个机制 你有没有交代要策查吗 你有没有这个决心 宣布要策查到底吗 不管哪个基金 站在你一个 全国最高的行政所长 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有没有个决心 要求策查到底吗 你就简单回答这句话 我们对老公好交代啊 当然 用策查到底这几个字 有点说超越法律的讲法 那我们比方法律的讲法 就是说一定要启动这个机制 来发现有没有 违法或异常交易的状况 也已经捏八百八十八了 一定 说话也不用文绝绝了 尤其党进部 古年审计数字 今年已经开始改进了 那今年也会 会赚回来八百七十八亿吗 我们不能讲 如果今天赚回来八百七十八亿的话 那我想院长 你讲话要文绝绝 我没有什么意见 我只是要求说院长 你在这个地方 在立晚院这个院会里面 我们再跟你组咨询 有时候你可以展现你的魄力啊 你为什么还讲话 还讲到这么文绝绝的 你到底要不要策查到底吗 就简单这句话就好了 我是表达一个事实嘛 表达一个事实 你有没有魄力要策查到底吗 我跟刘委员报告 行政部门的事情 如果刘委员讲好 我们一定可以查到底 一定查到底 了解事实的真相 但是有一部分跟检教有关 我们还是要尊重检教他办案 这句话你不需要再多说了 我让院长有机会 去展现你的魄力 就展现魄力嘛 你不要听你这位 你就是你价格 等价格 你要去查 我拔我魄力的看法 主委你 要把事实讲出来 主委你可以下去 我没有要问你的事情 谢谢 院长 我现在为什么要 把前面这两个事情 先讲一番之后 才来跟你讲后面的事情 我们的十点残照 你知道吗 是 你知道十点残照 一个居家造福 的服务计划 每年 预算都编不足 没什么变得照 每年平均都二十几亿了 每年都要动员 我现在想到类政部主政的居服 的服务计划 那其中一个子计划 你知道每年都要动员到预备金吗 对 他动员到预备金的时候 我们都给他支援 都优先给他 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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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年的需求 就是已经很清楚 也是已经运作这么久 我跟六言产生报告 他的需求是成长很快的 所以有些是跟他原来预计的 少子化马能够老化速度 对不对 所以他每年的需求 会更加速度更快 人数会更多 那我们为什么每年都用DAP圈 在做这样的支援 而且在公布的预算里面 不需要他编组 这个因为私能人口增加 然后另外一方面 需要照顾的人 也不但在增加当中 他对你还提到一句话吗 一人中风 一人中风 全家发疯 这个话你听过嘛 对不对 那你知道现在144个 这些NPO的团体 等于是 我们政府 跟他们借牌在故宫 然后还让他们带电 每年都让他们带电 然后每年他们都要祈祷上天 第二预备金 不要因为灾害 动制到没有结股款 不然他们到时候 带电这些款项 不仅拿不回来 而且可能他们要先倒 政府还没有倒 他们就先倒 他们如果倒下的时候 这些居服 需求被照顾者 他们怎么办 他们家庭会发生什么状况 我们今天政府在推厂 知道我们的人口老化造 这种程度 然后少子化 然后我们知道 院长也知道 需求是越来越多 但是每年我们针对事业长照 在居服这一块 我们竟然每年 延续四年 都动用预备金 这样有道理吗 我现在 我现在 连102年 我们都还 编不足的款项 院长 你处理不对 我想今天 我们人口的这个地方 有一口罩里面 需要有居服来跟我们照顾 居服人来跟我们照顾 然后居服人 在照顾我们家属的过程 里面跟我们讲说 政府不需要一件便宜 到几乎丸 每年就是要让我们团队去投资 而且一个个案 你知道要贴多少钱吗 9925块左右 六十一万块 一百四十四的团队 然后总共到目前为止 已经服务了三万五千多个个案 然后是全国这些六千多个居物会员 还有两千多个督导 共同去完整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但是今天他们站在第一线 我们政府没有办法 让他们的预算 可以逐年编组 而且每年都用预备金来动支 你觉得这样有道理吗 不是我跟列委报告 这就是说预估的技巧问题 而且因为有些状况 我们原来照顾私人人的比例 从97年的2.3% 一直到现在的25% 所以成长比例很快 院长你再讲下去 那个部长就有问题 他是预估错误 他不会预估 不是 因为这个成长比例 真的超过大家一般想像 每次报你们院 就是会被再散掉 报主机会被再散掉 他们有照实际上的需求去报 但是总是被散掉 现在就看院长预备破例 针对这个事情 你要不要一次让他补足 要让他编组 他们送的案 他们送的计划 他们送的经费 是确实有这样的需求 我们在主机部分就不应该去把它删掉啊 到时候在每年就动用预备金 而且每年 越动支的预备金的情况是越来越多 哪有这样在边预算的 跟六人报告 主机总处審查预算的时候 他是针对整体的施政 每一下不同的政事需要 去做规划的 不只是只有这一部分 有第三件 其他部分也都会有三件 八百九十八就这样了 这种 退休的少将级的 可以这样多编两千多人 我们今天给长场 有一个是大集合的经费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难控 那是去年的嘛 如果今天这些需求者 这些NPO团体 只希望你的政府 不要用这种故宫戒牌的方式 然后一次补足这样的一个需求 你连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到 没有办法在这边跟我承诺 我会看不起院长 然后你还跟我扯东扯西 我跟他们预告是不足的 然后你要说主机 是要全面性的去兼顾 那这种事情有全面性兼顾吗 这种事情有全面性兼顾吗 这种事情有全面性兼顾吗 不是 全面兼顾的每一个施政的那个部门 你当院长你当然要全面性兼顾 但是我跟你讲说 你要全面性兼顾 也不应该让实验长照居服的这种激化金会 每年都短编 每年都要向天去乞讨 要平安无事 第二一杯进到结语 这对我们的长照 需求者能够交代吗 我们在第二杯运用的时候 一定会优先考虑这种社福长照的需要 你能不能在这边跟我具体承诺啦 103年 就只编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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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